真的还蛮惊艳的 就是那种很有氛围的地方 好香哦 就是那个炸蒜味 就是那种有点印度兮兮的酱料 说不上来的一种鲜味 我们对于这个鸡肉有分歧 太沉了 量太大了 我的天哪 大家好 我是Peter 今天我们来到了牛林的一家Bar 就是一个类似有点像酒吧的地方 它还有好多就是那种电视屏幕 在放那些球赛 估计每次到了橄榄球球赛的时候 就会还蛮多人过来 这家店的名字叫做黑岩 对 Black Salt 它的那些网上图片看起来都蛮好看 大家看我今天弄了一个这个头发有没有 就还看起来很正式 因为我今天在录那个学校要求的 就是实习面试那个视频 然后我们今天点的菜是 我点了一个意面 然后Jerry点了一个什么来的 这是鸡肉的一个什么东西 我忘了应该是鸡肉的 还有牛油果对不对 牛油果 嗯 在我们上菜之前呢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点关注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新西兰这些好吃好玩的东西了 我们的菜已经到了 然后这个是Jerry的叫什么来的 鸡肉什么东西 然后它里面有个萝卜 这一个绿绿的不知道是什么酱 是那个 Avocado 那个叫牛油果 牛油果酱对 然后它里面红红的是萝卜吗 都是 嗯 应该是那个 Capsicum 哦 红色的是那个菜椒 菜椒 还有它是卷饼吃的 它这个有给它一些饼 然后可以把它的青椒啊 还有它的肉啊 还有它的牛油果卷在里面 然后我这个是 意面 它是有蘑菇 然后两个面包 这个面包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好像是大蒜面包 有大蒜的味道好香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吃咯 我先来试一下它这个大蒜面包 超好了 这个大蒜面包好香哦 就那个大蒜味 你知道吗 然后上面一层厚厚的黄油 已经抹在上面了 它这个大蒜面包很好吃 这个简直就是美味啊 你是说你的那个鸡肉的东西 是吗 它的面包烤的超松软 然后外面那层是硬硬硬脆脆的 我估计是它自己做的 它就是应该是自己做的 我现在试一下我的那个意面 它上面有一个这个白白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芝士嘛 嗯 我估计它是它的芝士 我拌一拌哦 里面好像也有鸡肉 我以为很爽的 但是它是盘的很深 对它盘在蛮深的 它这个好香哦 我一边拌它 它的意面用这种宽扁的面 就不太像意面 你知道吗 就有点烂有点软 不是意面那种很筋道的 可是它的味道还是挺好的 那个说不上来的一种鲜味 然后刚刚杰瑞塞了一个这个给我 它的那个鸡肉包的那个皮 它真的赞不绝可 我来试一下 嗯 这个真的好好吃哦 这个就是 它有在里面放那个青椒 然后加上鸡肉 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奶油在里面 然后一口咬下去 你会有那种奶油的 很香浓的感觉 可是呢 因为它有青椒的那个青椒香味出来 所以你不会觉得特别的腻 我是一个不喜欢吃青椒的人 但是真的 这个青椒放里面太好香 这个菜可以达95分 一百分一百分 很棒 但我觉得它有一点咖喱那种味道 有点偏印度口味 然后它有一点微微的一点点辣味在里面 然后你一开始咬下去不会觉得 但是往后面吃的话 你会发现它慢慢的有个辣味会上来 而且鸡肉超级热的 我个人超级喜欢这套菜 我觉得鸡肉还好 鸡肉不就是鸡胸肉吗 如果鸡胸肉炒太久会省死 它也是有一点柴的 我觉得 没有的 我们对于这个鸡肉有分歧了 它觉得这个鸡肉很冷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鸡胸肉柴的那种口感在里面 但是它这两个菜的颜值真的都好高 一摆上来的时候真的还蛮惊艳的 它这个口味真的是好特色也好好吃 我觉得是有一点像改良后的印度菜的感觉 就是西化的印度菜 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吃咖喱的那些东西 但是它吧还是有一些那种印度口味在里面 但是清淡了很多 因为印度菜真的就是那种非常浓 就是各种香料 而且超级黄的咖喱 而且印度菜的颜色也很恶心 它这个颜色还 我不知道是因为这家店的灯光的原因 你知道吗 它就整个灯光就是那种比较暖的 然后就可能也照着那个菜比较好看 就是一端上来真的还蛮惊艳的 那我喜欢这个蘑菇 它就有保留这种蘑菇的那种原汁原味的蘑菇的味道 我这个意面我给它打85分吧 可以推荐值得一试 就一定要把它拌匀 因为它下面真的好多酱 如果直接就拿起来吃的话 就上面的味道就没有那么多 而且一边拌的话 你一边闻它那个味道真的是好香啊 就真的你一边吃一吃拌一拌 然后闻着那个香味 你就会觉得你的食欲又变好了 而且就是如果你是喜欢看一些足球啊 橄榄球比赛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你过来看比赛的话 氛围还挺好的 这好多电视屏幕 它其实就是一个酒吧 我估计星期五晚上很炒的 嗯 就这种很有氛围的地方 它现在在那边狼吞虎咽那个红菜脚跟那个鸡肉 它觉得非常非常好吃 你看你给我展示一下 就是那种有点印度兮兮的酱料 然后它的那个奶油味非常的浓 而且它那个香味 就真的是闻了好舒服的那种奶油香味 但我觉得这个菜因为它偏那种印度式的那种酱 所以其实它应该热量还蛮高的 好多奶油啊 芝士啊 那些高热量的东西 太沉了 量太大了 我的天哪 但我没有觉得 我真的觉得鸡腿肉没有像你讲的那样是嫩的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鸡腿肉 也没有做到不好吃 但是就是鸡腿肉那个味道 如果还换成鸡腿肉的话 就会好很多 那它为什么不用鸡腿肉 鸡腿肉贵吗 可能是吧 鸡腿肉健康 真的看起来没多少这个 但是我吃完了 而且我吃的超级饱 超级饱 像这样超级足大 超级大 说一下你对这家店的评价呗 我觉得这家店就是 我觉得它的位置可能有点吃亏吧 就是离那个墨还算比较远 没有到墨那么中心的地方 那边那几家店可能生意会比这边更好一点 但是它味道还真的不错 我觉得我不能说它有多好吃 但是我可以给它85分 在好吃的范围里面 但是就是好吃当中的一般水平 没有到你说的那么夸张 我会给这个菜95分 那太高了 我觉得它没有到这个水平 现在人开始多起来了 你他们家这个口味和价格 人应该少不了 它价格也不算很便宜 一盘那个 义面23 不算很便宜吧 我上次吃的那个西安魔王才便宜的 别忘了这是在西餐厅 对在西餐厅里面 这个价格真的还算比较便宜了 一盘20多块钱 因为一般去西餐厅的话 你点一份菜差不多是30到40的样子 好了 那今天的黑盐的探店就到这里了 你如果想来探店一下 这边好吃量大的 有一点西化的印度口味的话 你可以来尝试一下 如果你有在这边吃过 然后你有吃到过好吃的 或者不好吃的菜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展发 关注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新西兰这些好吃的 好玩的东西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感谢大家这四个月来对我频道的支持 其实你们到现在看到的所有视频 都是我在六月和七月 在五个星期之内录制和剪辑的 因为七月二十七日开雪之后 我就完全没有再有空去拍视频跟剪视频了 我本来其实想把存货放到十一月底 这样就可以每周保证更新一直到这个学期结束 但对不起真的没有足够的时间 我真的很感谢大家这几个月对我的频道的关注 我知道看的人不多 但是你们在看就是我还会往下做的动力 我不确定接下来的一个月还会不会有视频更新了 因为已经要临近考试了 如果我在学期中间可以安排时间的话 我会制作几期 但是真的不能保证12月之前每周更新了 无论如何还是非常谢谢你们一直在看 不管怎样视频我会继续录继续剪 也希望你们不要取消关注啊 大家下个视频再见咯 咯 好 好 ג子